总理可以说把他的一生献给了党和国家的事业 我们也在许多的影视作品当中 看到许多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光辉形象 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地请来了一位嘉宾 他就是扮演周总理的表演艺术家刘靳老师 我们欢迎他 李大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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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老师你好 你好 请坐 当我们节目组的编导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他只说了这样一句话 周家的事就是自己的事 我一定来 其实我是被他们感动 这个周家是有传统的 你想想他们几个侄女侄儿 只要是关于总理的事情 他们年岁再大 再忙身体再不好 他们都要参加 所以我今天来也是这样 我说一个是来咱们说总理 再一个我是想听你讲故事 这也是学习 今天我们请秉一大姐讲了许多她小时候在总理身边的事情 我们听了特别受感动 那您从扮演总理的这个角度上 您是怎样理解这个形象的塑造 你越演 你越是了解她 越走近她 你越被她感动 甚至是震撼 总理啊 大家看她那个 尤其是晚年的时候 她一直带了一个 就是为人民服务的项章 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什么 就是为人民服务 那么周恩来总理 她一直是按了这几个字来做的 您有没有感受到 总理对于家人 还有对于孩子的教育 他的一种思想和理念呢 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 再一个 这个不许有特权 不许有特殊待遇 是吧 而且还有一条是 不允许在外面说 你和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关系 周炳健大姐 当年就是在内蒙插队 真的是向牧民们学习 去锻炼自己 后来通过牧民们的推荐 参军了 体检啊 政审都合格了 很开心啊 就回到北京 然后就到西华厅去 给伯母和伯父报喜 后来周恩来又给他 娓娓道来讲这个道理 说你还是回到内蒙古去锻炼 把这个机会 让给其他的知识青年 和牧民们的孩子 因为你是总理的侄女 你能不能做到 你就回去吧 灵姐 伯母希望你再回到内蒙古去 脱下这身军装 什么 伯母您说什么 你给北京军区打报告 申请回到草原去 这怎么可能 我都已经回来了 明天就要参加训练了 明天 伯母知道 这对你可能很难 但如果你是我的侄女 就必须回去 把名额 让给其他的人 周明天很委屈 虽然很委屈 他还要听话 回去了 这么多年 总理邓大姐在的时候 是没有沾过一点光 周家的这些 像我都叫大姐了 大姐大哥 每一个人到现在 一看就是 就是周家出来的 就是有那种风格 本分 善良 真诚 老实 所以我说 总结起来 就是总理 他的公仆精神 其实就是 欧心沥血 他一辈子 是吧 勤正未明 周恩来总理 他其实就是这个 在我们这个人世间 一个最美好 最宝贵的 一个生命存在 少年时期 他立下 为中华之崛起 而读书的誓言 铿锵有力的话语 有穿透人心的力量 他参与领导 八一南昌起义 揭开了中国共产党 独立领导武装斗争 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 万龙会议上 他力挽狂澜 将会议一步一步 引向求同存异 和平共处精神的胜利 外交场上 他优雅的举止 从容的姿态 彰显出 东方独特的文化魅力 1975年1月 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的 周恩来 做了最后一次 政府工作报告 发言的最后 他强撑着站起身来 在毛主席 为首的党中央 领导下 俄国人民 奋法图强 可否重重 将来先祝 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 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 把俄国建设 成为社会主义的 现代强务 鞠躬尽瘦 死而后已 他的身影 在十里长街的尽头 渐渐远去 但在周家后人的身上 却始终可以看到 一束光芒 他从未离开 冯磊啊 今年离开我们 四十三年了 但是在我们大家 在你我的心中 他仿佛从来没有 离开过我们 他永远在我们心中 收听 收听 污 感谢观看